中元节将至花莲市清洁队24号举办普渡法会 而市长魏家宴协同清洁队长吴庆展 以及队员们以丰盛的祭品供奉以及祭拜 正值农历七月 祈求队员们都身体健康 出入平安工作顺利 工作上摆满三参鲜果罐头饼干等琳琅满目祭品 中元节将至24日下午由市长魏家宴担任主机关 花莲市清洁队长吴庆展及队员们 手持清香 以前诚心意一群礼俗向四方众神及好兄弟诚心祭拜 我们也是希望在补渡的过程 也能祈求我们所有的队员 我们出外一切都要平安 毕竟我们的工作其实有的时候要操控比较大的一个机具 可能很容易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危害 那除了在平时的训练的一个过程 也跟他们说借记要小心 当然我们今天也是希望 我们祈求我们在外的工作 不管是操纵机具或者是在外的揭扫 我们都希望一切都能平安 随后在道士祈福下 由清洁队班长已祭拜过的进水 撒向垃圾车及自用回收车 祈求行车顺利 魏家宴表示 如今疫情趋缓 清洁队员仍需在各种天候状况下 正在第一线维护市民居住环境 正值农历七月 除了期盼市民配合各项清运措施 体恤清洁队员辛劳 也祈求庇佑队员们都能身体健康 出度平安 工作顺遂 接着掌方言和联施报道